做业务都知道 电话一响黄金万两 但如果这个黄金万两是发生在 你看电影看到最紧张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嗨大家好 我是国际超级房仲Zack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这个频道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来聊 国外的房地产 还有业务员 怎么去打造专属业务的个人品牌 那聊到一开始的话题 以前我在房仲公司担任店长的母亲 曾经跟我说过 电话响了就要赶快接 绝对不能漏掉 因为电话一响黄金万两 我相信在业务单位的你 多少一定都听过这句话 对吧 OK 上班时当然没有问题 客户上门绝对是最重要的事 但如果陌生客户上门的陌生电话 是发生在你 吃饭 睡觉 开店也开得最精彩 甚至是你准备要跟心仪的对象 告白 求婚的当下 请问这通电话 你要不要接 我猜到你的答案了 我相信除了告白跟求婚 这种极端状况之外 你还是会选择接听这通电话 对吧 因为客户上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尤其对我们这种 没有底薪靠抽成的业务语来讲 而接下这通电话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 你得先花个一分钟来做自我介绍 再花个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确认客户的需求 甚至还要多花十分钟 在电话里面进行一个初步的介绍 最后才会得到一位 新增客户还有他的基本需求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这通电话还会花了你五分钟 六分钟 十分钟才发现 原来你的产品 不符合他的需求 这通电话就一般接了 我讲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一般业务员的日常生活 请在留言区让我知道 你曾经在放假时 跟客户讲最久的一通电话 时间是多久 我最高的记录是110分钟 接近两个小时 而且还是用我的手机回播 不是用LINE 不过聊到这些 并不是在告诉你 放假或者下班不应该接客户电话 绝对不是 客户上门的电话当然要接 绝对要接 如果我的部署离开公司 就不接客户电话的话 我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但是业务员毕竟是人 会有人性 我相信大多数的业务员 即便对工作再有热情 业绩做得再好 也不会喜欢在跟家人陪伴的家庭时间 太常被客户的电话给打扰 对吧 这不是什么对错问题 而是人性问题 不过这些状况却不太一样 除非是正在运作当中 或者关系特别好的老客户以外 其实我这三年已经很少很少遇到 会有陌生客户直接打电话给我的情形了 同时我还是能够保有 公司前几名的新增客户数量 为什么呢 这主要就是看你广告曝光的手段 依我们房中业来说 大多数的曝光方式有 路边发传单 贴电线杆的广告 墙面上的大型帆布 591或是公司网站上面的 固件网页等等 甚至有些业务员会到社区里面 去塞信箱塞广告单 而这些广告的联络方式 通常必然是以电话联系作为结尾 所以接到陌生客户的来电 并且很高几率被打倒到生活 这是很必然的结果 但我的广告方式是怎么做呢 我其实并没有做那些 传统业务员常做的广告 或者硬要说 我的广告方式其实就是 你现在点开来的这种YouTube影片 或者还有一些是部落格 有些是来自于脸书 总而言之 我的广告曝光全部都是在网路上 用实用并且有价值的内容 吸引目标客群收看我的东西 并且在他们认同以后 通过留言或是 LINE官方账号的方式找上我 具体而言 我是怎么靠网路的内容 然后把客户导入我的LINE的这个做法 我现在有一堂免费的15分钟 现场培训 如果你想了解整套模式 初步是怎么运作的话 请在下方的说明栏位点开我的链接 接着进去以后 你输入你的email还有中文姓名 就可以马上进行这个免费的培训 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 不过其实我想表达的是 传统手法让电话声门并没有不好 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跟传统业务不一样而已 我真的很不喜欢 难得可以跟女朋友出去放假约会的时候 还得一直接那些陌生客户的询问电话 而被打断我的假期 如果甚至有时候运气好一点 客户询问的电话变多的话 那么今天的约会 今天的家庭日 几乎就少了一半了 我相信并不是每个人都把工作事业 当作唯一重要的事情 和女朋友和家人和小朋友一起相处的时间 其实有时候比一个还不确定 会不会成交的陌生客户电话 来得重要的多了 毕竟钱可以再赚 客户可以再找 但是跟重要人的某些时刻 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对吧 如果你也跟我的观念一样 也不希望经常被陌生电话打扰的话 点看说明栏外的连结 也许我的这套模式可以帮助到你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身为业务员的你 对于如何替业务员打造个人品牌 同时想要了解 如何靠社群媒体 打造出一个自动的24小时极客系统的话 那请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并且在影片的下方按一下 喜欢、订阅 以及开启小铃铛通知 这样未来我有更多可以帮助你的新影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 感谢你今天把影片看到这边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扰的 小铃铛 在电话里面 感谢观看